大家好,我是死佬 死佬今天又來玩遊戲機 我們繼續玩... 不是,我們今天玩一隻新的恐怖RPG 調色盤我終於玩完了 我不知道你們看完沒有 因為燒情好像一般 不過我非常建議大家玩的 看我無所謂,不看我都無所謂 因為我自己真的很滿足 那隻遊戲,真棒 雖然可能有很多走路走得很悶的地方 但是故事真的做得很好 好,不要說那麼多 好,我們今天玩一隻新的恐怖RPG 它叫做The Cookie Man 是一隻... 都是人魚趾做的作者做的遊戲 可能有人說,這隻很明顯是鬼佬遊戲 不是,它只是仿美國風格 都是人魚趾作者做的 不要誤會,是日本人做的 這個中文字片代表一個... 在扭曲的...扭...扭...扭... 扭曲的男人 沒錯,不要說那麼多 麻煩開始遊戲了 好,我們進去 先看看 本遊戲包含突然的威脅和殘忍的描寫 心臟不好,沒辦法接受恐怖要素的玩家會迴避一下 是請迴避一下 只要有關使用本軟件之後所帶來的損失和糾紛 作者一概不負責任 在此優先提醒你敬請見諒 行了 你每一次絕對是明白的 每一個都是說怕嚇死你的時候不負責 總之就是那句 你不要被嚇死 OK OK 然後呢 怎樣 有一個扭曲的男人 他站在扭曲的路上 他發現了一個扭曲的六面屎 在一個扭曲的樓梯上 他買了一隻扭曲的貓 引來一隻扭曲的老鼠 是不是這個意思 他跟他們一齊住在這間扭曲的小屋 應該是類似童謠的東西 作者突然營造了這堆東西 其實聽起來的東西是很正常的 我覺得是一些童謠的 但是我猜 總算收拾整齊了 大衛辛苦你 還有什麼需要幫助的 沒有了 不要大獻殷勤了 美妹你 沒有了 啊不是 沒關係 抱歉 還要你們過來幫我搬屋 寶羅 多謝你介紹這間屋給我 下次再請你吃飯 這間是不是爛屋 很明顯 那條電視機旁邊的那條 究竟是一個很有設計的掛衣架 還是是牆壁真的爛了 你看看這件事令我很疑惑 糟了不要理 哦真的 那下次我們三個一起採用到背 我很期待 這樣已經很晚了 我們應該回去吧 我知道了 你們路上小心 OK啊 走了 那你就走了 拜拜了 你們兩個姦夫人婦 別人幫你搬屋 還要這樣罵人 咦 我可以動了 他們離開我就可以動了 然後你們下定身 看看多少個save位 正常操作都是上下左右 我自己設定 我自己輕用 掃視鍵打後PGGame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Enter是確定 圓圈是 敲叉 即是不要 Shift也是跑 不知道這遊戲不能跑 不過 試一下save 看看是不能跑 是 不能跑的 他是不會跑 沒辦法 空氣垃圾桶 都是跟一向人魚絕的一樣 沒有什麼特別的提示 大家到處找一下 所以可能只會有少少 沒有那麼快的恐怖 電話 櫃上面有衛生紙 這個究竟是什麼 場上有一條大的獵鳳 好 別人介紹了一間有獵鳳的屋 你拜託你不要住 可能是危樓來的 老舊的電視機 餐具櫃 哦 寶羅的那個人 忘記帶走駕駛執照 應該還在附近 拿去還給他 得到寶羅的執照 OK 其實拿不拿給他也無所謂 不會有人查牌的 除非他喝酒開車而已 是不是 那就該死了 會氣爐 沒有什麼特別的 水槽 水槽 桌底會不會有特別的 睡覺了 我們不要送給人 明天才送給他 算了 他不行 嘩 這招 這招不是很大 承接回整個閘 這次的比例是合乎一點 因為主角是肥了 洗衣機 一應俱全 你家的東西都 為何捲尺子要放得這麼高 我跳起來也拿不到 他自然比我三個頭 會不會有點過份 花沙頭 肉乾 肉乾 林真香 不要再用這些懶劫了 對不起 很小 沒有床 還有為什麼我家 老舊的電腦 放了一些些的衣服 很不負責任 我睡地板 真的用了 腰骨痛 沒有了 不是的 為什麼床在廳裡 為什麼床不應該放在電腦房裡 用完電腦即時可以睡 很重要 你也知道用完電腦睡 累了 算了 沒有了 沒有了 送給人了 咦 什麼事 聽到廣話的聲音 什麼呀 你懶惰 又好髒又難 根本就不是這個好地方 老公 你到底想怎樣 為了讓他轉軟心情 才建議他搬屋 結果造成了花果 沒辦法 他也沒有錢 而且有這麼多 而且有沒有這麼多傢伙 扶植的屋 再說吧 給我找屋的 不是就是你嗎 不要時候再抱怨好嗎 應該是他們兩個人 我不應該扮那些聲音 說得也是的 對不起 剛剛聲音尖了一點 原諒我 總之 想幫大衛做一些什麼事 我發生了什麼事 你不要說我好像有病人 難道我又是精神病 我明白你的心情 我才會抱歉 下次我們兩個一起去拜訪 吃光螺絲 下次我們兩個一起去拜訪 OK 聲音 說話的聲音越來越遠 我扮聽不到 執招 唉 這次就算了 差不多是時候睡 我都叫你一早睡的啦 做什麼好人聽到不應該聽的東西 懶人意 算了 說開同 嘩你這傢伙啊 我一想說話你就打電話來 你好 喂?你好 喂? 請問是哪位 不要服務啊 不要啊 雪梨 大衛想不到你有這樣的癖 一聽電話就知道別人叫雪梨 叫得服務多 好可愛 是雪梨 收雪梨 認錯人啦 很明顯你就是 人家就收雪梨了 人家那些買點數的 喂 我是你怎麼放親戚啊 麻煩你幫我買點數啊 可憐的 大七仔下去買一張五百元給我就可以了 算了 今天還是休息了 剛才搬家第一天 慢慢來就好了 好 這樣就可以睡了 剛才說一下 其實童謠很多都很恐怖 不是表面上 好像小朋友唱完就很愉快 睡吧 我上了床了 做什麼 要趴下才睡得著 還是要橫著睡 趴下 很多日本同學很恐怖 其實 不是日本 是外國也有 我記得 我聽到有點不妥 嘻嘻嘻嘻嘻 嘻嘻嘻嘻 好吵啊 是誰在哭啊 這樣下去睡不著 你不要開眼了 我會叫的 在隔壁房間傳過來的 稍微抱怨一下吧 半夜三間 有個男人在哭 你就睡吧 你不要理人家的家庭鬥睡好嗎 可惡啊 好像有一首叫做什麼 Ring Ring O Rose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 有沒有聽過 這首歌很簡單 只有四句 不過 其實是說一些黑死病的同學 很恐怖 他們說飛啊飛啊 其實最後兩句 他們說什麼飛啊飛啊 然後全部都死了 是那些年輕人說 那時候應該是很慘 敲門 但沒有回應 我不敲旁邊 喂 旁邊有人在哭 你聽不聽到 敲門但沒有回應 有回應了 你 是誰啊 這東西 你妨礙著老亮睡覺啊 不好意思 我聽見你這邊的聲音 吵得我睡不著 可以請你停止嗎 那個男人的聲音 大衛 這個女人很明顯 你是不是聽錯了 蛤 你說你說什麼 我剛剛才睡 不要說到像我吵你一樣 你是搬到125號房的人是不是 或者 聲音不是在你那邊傳過來的嗎 說起來 好像也是 那這麼晚打擾你 真的不好意思 有什麼服務可以幫到我 沒有的話我就走了 被人罵了是不是 壞呢 說得也是 隔了三間房 怎麼可能會聽到 再說 那個好像是男人聲 很明顯就是男人聲 不是好似 是我的錯覺 算了 盡快回去睡覺 不是 旁邊的Elon出來 看到我這麼英俊 他很害怕 不用去1樓 這裡是2樓 我們 嘩 什麼事 什麼事 突然間 很恐怖 一進來 流水的聲音 誰在玩水 我聽到水聲 嘩 水流出來 是水龍頭壞了 沒事 咦 什麼事 犯犯你的床 還是床下面 床下面 床下面 是普羅惡作劇寫的 哼 真的喜歡玩這些無謂的東西 好 突然有人開水 然後叫我們看看床底 恐怖這麼快就開始了 我還沒準備好 先寫一寫 我們去吧 我們去吧 一切都沒什麼問題 床底 這裡 這裡 這樣說來 床底 是在這裡的下面 你不是想看嗎 有沒有亂來 好 床底好像有什麼 得到筆記的碎片 竟然是筆記的碎片 我唯有一個女人捉住你的腳 自從她離開之後 每晚我都一直 緊持著枕頭 滿身大汗在床上輾轉反側 雖沒有被告知分手的事 但我已經沒有選擇 好像是一個上手留下的住客寫的東西 女朋友跟她分手 這筆記是什麼 是前屋主的東西 好 算了 快睡 那你睡吧 明天才看床底 晚上看很害怕 有些聲音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到 又來了 這些聲音到底在哪裡傳來的 總是趁我睡覺的時候 其實你旁邊有個男人躺著 他在哭著 是不是很害怕呢 如果旁邊有個男人躺著 我一直在哭著 你們想問一下大家 嘩 突然電話響 已經在白頭了 為何有作者這麼喜歡電話響 電話響真的太恐怖了 喂 你好 誰在這裡趕出口 他很明顯在罵我 是 是 一直受你的照顧 他不是在罵你嗎 遊閣了 不要在這裡趕出口 不是 並沒有這樣的打算 只是工作有點忙 夠了 好妖異啊 好吧 我今天會去拜訪 姑且先傳達一下 這樣再見 這麼沒禮貌的人 睡到中午 不出門不行 雖然今天也想慢慢來 不過沒辦法 好 那我們 究竟誰在這裡不斷用粗口罵我 我聽到他至少幾十個 碟字一齊用 這個人 怎麼會還有一些 沒有了 洗個臉洗個澡 你洗個臉洗個澡好 拆牙 現在不想去廁所 一早起床就要磨尿 你知道嗎 很難不磨尿 一早起床 真心 磨尿了 現在不想磨尿 不要逼他 你走多兩步就急 你磨尿了 你這個人真的不磨尿 洗個澡 或者 謝謝 你一睡醒牙都不刷 你就出門口 好過分 算了 有個男人 你不是拿回那本撿照嗎 我假裝看不到你 就離開了 拜拜 走了 什麼都看不到 給我去拆 他那邊的是保羅 有什麼事 你知道你不跟別人說話 你這麼壞 看著 好像有一個人在這裡 應該不是 拜拜 不可以 不可以 保羅 怎麼樣 啊 啊 昨天忘了拿去撿照 有沒有放在桌上 你撿照 不要亂擠 被老婆發現我們有V運 就罷了 你說這個 抱歉 本來想拿給你的 不過聽到你門口說的壞話 我唯有睡覺 哦 謝謝你 對了 你現在出門口 嗯 我去一下醫院 這樣 路上小心 喂 你不是應該有車載我的嗎 你要撿照 你這個賤人 你真的 你來家只拿撿照 你不是應該撿我的嗎 好過分啊 這些朋友 啊 對了 寶羅 你在浴室的鏡子裡面寫了些什麼 咦 浴室的鏡子 什麼啊 我會做這些小朋友才會做的事嗎 很明顯就是你了 還裝不認 也是的 抱歉啊 我先走了 他明明有車都不送我 我多過分啊 這個朋友 不要跟他做朋友 啊 OK 醫院很大奸 這裡是什麼 這個病房沒有人使用 那麼能不能進去 不能進去 嘩 那些醫生笑得這麼奸奸 嘶 不要笑到這樣好不好 醫生 你這樣笑很不安 你明白嗎 你跟大陸人在手術室自拍有什麼分別呢 不知道為什麼這些大陸醫生是敢死 不知道是有人離開還是怎樣 在醫院裡自拍和人在開刀的時候 真的誇張得震 母親的病房 原來不是我病 是我媽媽病 嘩 她媽媽這麼年輕 但是看樣子 媽媽 很久不見了 你有精神一點嗎 媽媽你會關心才跟我說話 哎呀 是 這個不是小提米 幸好你不是叫我小雞米 已經長得這麼大 太好了 看來你的身體很健康 對不起 因為經常不能經常來探望你 因為我的工作很忙 藉口 不過現在請了幾天假 因為我搬了屋 是一間富有家具很好的屋 而且媽媽你喜歡的蛋糕店在附近 那你沒有買蛋糕給你媽媽 現在 所以 盡快康復然後和我一起住 你不是應該先買蛋糕給你媽媽吃了嗎 你這麼沒有孝心 哎呀 那真的太好了 你跟林達有沒有好好 林達 男人名 Linda 是不是 你跟Linda 有沒有好好相處 不要經常吵架 我會很擔心的 你沒有老婆我沒有孫婆 你明白嗎 下次來家裡玩 我記得你很喜歡蘋果批 我會試出拿手住活來做的 我這個媽媽真的很精神 媽 我不是提米 我是你兒子大胃 你知不知道 我原來認錯人 如果這樣很心痛 我媽媽一直都不當我存在 當我小兒子 哎呀 哎呀 他們之前說家裡的麵包開了一間新的麵包店 很香的味道 或者我下次也要去買來看看 這個媽媽精神 媽媽 難怪開著心機了 哎呀 你是誰 為何會在這裡 你是從哪裡進來的 這是我的房 你是不是搞錯了些東西 你到底是誰 為何要沉默不說話 媽媽 你跟我出去 別人叫人來 有人 這裡有人 這裡有人 這裡有可疑的人 盡快趕他走 胡佛太太 你們醫生笑到格格 怎麼不看好我媽媽 這麼PK 胡佛太太 你不可以起來 你快點休息 好嗎 什麼 你們是誰 不要碰我 拉開 好啦好啦 先冷靜一點 來來來來 我們趕他近床 對不起大衛先生 你媽媽就交給我們 今天請你先回去 我知道了 媽媽就拜託你們了 看著我媽媽 媽媽不認得我可惡 大衛 是大衛啊 你去哪裡 為何要調我到這裡 你媽媽 真的 真的你媽媽 會不會有點過分 我走到出門口才叫我名 媽媽 空軍 空軍學 下考試快點就到了 你不是想做飛行員嗎 媽媽會不會一直加油 拜託你 不要把我調到這裡 不想一個人留在這裡 大衛 我求求你 媽媽 是我啊 你想起罵我嗎 媽媽 大衛先生 今天請你先回去吧 你媽媽目前的狀態 好像很混亂 但是 她剛剛叫我 請你先回去吧 好過分 嘩 你對我媽媽做什麼 我媽媽叫了三分 差不多一分鐘了 胡敵太太請你先冷靜下來 喂 拿鎮靜下來 我媽媽明明認得我 你總是要搞到情緒這麼不安 已經不能再進去 大衛做事 一推門就能進去 你醫生真的很過分 哪有可能這樣對我們媽媽的 她反而認得我 你走 你不要妨礙住 你的偶多來了 你走吧 好 大衛先生 你跟媽媽見 廢話 是啊 看來好像還不認識我的樣子 哦 她本人都遺忘了很多事情 沒有辦法控制情色的起伏 而感到很不安 請保持內心 還有一天她會康復 這樣你們兩位就能夠一直住在一起 謝謝你醫生 總之媽媽就拜託你 那時候是否不知道老人痴外症 其實是沒得醫的呢 她不會康復的了 我告訴你 算了吧 大衛 你自己一個找個女朋友 自己安心霸了家屋主 好了 我們又回來了 下次再跟她說對不起 那時候 敲門沒有人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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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是我的房間 靈靈聲 什麼事 永遠在我的房間 突然有人搞我家的東西 有人搖椅子 椅子移開了 是不是 我 有動過椅子嗎 嗯 抄體裡面好像放著東西 得到某張學校的傳單 相當舊的傳單 法學院上面還被圈著 加了符號 是某個目標要成為律師的人 嗯 應該是前住客的東西 到處都是她忘記拿走的東西 果然 都是不扶家具的房子比較好 剛剛對媽媽說 我扶了家具 這房子非常好 老舊的電腦 原來現在的裝修不是我自己設定 整一手真的有點過份 為什麼 為什麼張張床不肯聽呢 你回答我為什麼 不要管了 又睡覺 有電話響 每次我睡覺的時候 你也有電話響 你真的很過份 誰也有 喂 你好 是大衛嗎 是這樣的 一切都好 託你們紅福吧 我們昨天不是見過了嗎 這裡很舒服 是呀 那就好了 寂寞的時候隨時打電話過來 你是寂寞心笑而善嗎 好嗎 我和大衛一起跟你玩 你們玩什麼 你們 我不是這麼開放的人 好嗎 說回來 我昨天接到雪梨的電話 不過 我們沒有說話 那你又知道別人是雪梨 蛤 不好意思啊 是我把你的電話給他的 他說他很擔心你 那他又不說話 玩電話 不是 沒有關係 請不要 請告訴他 不要為我擔心 要好好自己保重 我知道了 這樣再見 差不多是時候 收電話了 收電話 差不多是時候關電話了 嗯 拜拜 好過分啊 那女人 無緣無故問都沒有問過 我把我的電話給別人 算了 睡覺 又聽到隔壁男人哭 夜媽媽還看書 書都讀到有點厭 差不多是時候睡了 這樣睡吧 什麼書來的 為什麼我看不到的 廣東十隻白虎 還是廣東十大食虎 你告訴我 還是廣東十大食虎 包著廣東十大白虎 什麼事 突然電話響 不是 突然電視機開了 嘩 嘩 怎麼 為什麼電視機要突然開 壞了 嘩 什麼事 什麼 什麼 感覺真的很不舒服 感覺 看到上面顯示水槽兩個字 這些究竟是什麼 嘩 這裡很靈異 現在開始這間屋 便宜庫家司 真的不要做 很明顯有些問題 洗面盤 水槽 水槽在哪裡 花灑頭 水槽在哪裡 這個不是這裡嗎 水槽在廳 這裡 我會突然經過窗 看到這些恐怖的東西 嗯 水槽底下 有一張紙 又有紙 又得到一張紙 柳曲的男人 柳曲的男人 在柳曲的道路上 在柳曲的樓梯上 他在柳曲的樓梯上 撿到柳曲的眼閉 用柳曲的眼閉 買一隻柳曲的貓 柳曲的貓 捉了一隻柳曲的老鼠 原來是捉了一隻柳曲的老鼠 柳曲的男人 和柳曲的貓 和柳曲的老鼠 他們一起住在柳曲的房間 真的好扭啊 我的舌頭也突然轉了幾下 這個 我記得是 我媽媽和姚的 歌詞 為什麼這種 會有水槽底 也是舊的住客 奇怪的事 算了 睡一覺就會全部忘記了 好 睡覺了 我們每一次都被人 每一個角色都說 就是睡覺了 搬屋來 轉換一下心情 那些什麼 為什麼都沒有什麼作用呢 雖然對保羅和瑪莉感到很抱歉 很明顯就不是 你 說回你的真心話好不好 很明顯 別人跟你說 已經在心裡忍住了 裝了東西 整班觀眾看著你 你們都說謊 過分 真的 有有男人哭聲 小朋友的聲 在這裡這麼晚的地方 而且在這麼破爛的房子裡 有小朋友 那他們一家幾口在這裡住的嘛 難道是小朋友迷路 看來我稍微去確認一下比較好 OK 確認一下就確定 我覺得這麼晚 沒有可能 這些時間應該大腿凹個頭 睡覺 而不是在這裡 找小朋友 絕對來 有些恐怖事發生 果然沒有小朋友 我很累了 什麼事 有些東西爛了 太太你是不是有兒子在這裡 下次再跟她說對不起 其實如果敲門沒有人認 但裡面有人住 也挺可怕的 就是爺媽媽 誰敲門 半夜敲門也不驚 那個敲門的人就是我 就是我敲這扇門 好像有些東西爆了 跌張地下 即是杯掉下來 嚇死我了 咦 這個 什麼事 救救我 天下的咖啡寫出這些字 騙人的 怎麼會有這些事 STARBUT 人家也是這樣滑那些奶花 那些叫什麼 拉花 好詭異 這家口總覺得好詭異 有奇怪的聲音 還會電視會自己打開 到底是什麼事 然後我又睡覺了 我也有點累了 不要管太多 然後呢 喂? 喂? 是保羅是不是? 我是大衛 噢 怎樣? 為什麼有副好眼睡的聲音 昨天我整晚都沒有睡 對了 我有件事要跟你說 你現在方不方便 什麼事 你認不認識這家屋的前住客 不 我不認識 我都沒有跟這個房東那裡聽到什麼 有什麼值得留意的事嗎 不是 他走的時候留了很多東西在這裡 那我去問一下房東吧 麻煩你 拜拜 我覺得他隱藏著一些東西 我記得房東住在一樓的尾端 稍微去問一問他 好了 今集就暫時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影片 麻煩你給我按LIKE 或者留言 我們下一集回來再繼續 各位 拜拜 拜拜